那么在昨天的新闻中呢 我们曾经报道了三名为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权而奔走的人士 最近获得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不过与此同时 中国学术殿堂中科院研究所却被中共的610挽弄 对法轮功学员采用鸡蛋里挑骨头 找理由而合理解释的方式迫害着 一名即将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余亚欧 因为在论文中感谢法轮大法而无法顺利毕业 余亚欧及父母妻子遭受了相关单位的流氓性恐吓 一篇博士论文的致谢词 为什么会让中共如此恐慌 余亚欧是广州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博士研究生 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致谢页中写了一句 首先要感谢法轮大法 没有这正信力量的支持 就没有这篇论文 中科院多次要求余亚欧去掉文中的这句话 并表示不能在答辩时讲法轮大法真相 院方多次恐吓要对他非法开除学籍或非法进行抓捕 原定于2010年2月4号举行的博士论文答辩已经被强制取消 明慧网消息 2月6号 余亚欧的老师当着余亚欧的父亲母亲妻子的面 提出余亚欧最后机会的三条路 让他选择 1.去掉那句话 在答辩中不讲法轮大法 老师会帮助他顺利答辩 毕业并且拿到学位 2.自动退学 牵走户口 3.等着610来抓人 余亚欧质问非法成立的610办公室凭什么抓人时 他们得到的答案是 他们抓人不需要理由 余亚欧家属感受外界向老师施加的压力 据了解 老师接过两次电话 让他一定要讲透彻 以及让他好好说 注意保密 2月7号中午 广州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原芳再次对余亚欧恐吓说 即使你顺利答辩 学位委员会也会通过鸡蛋里挑骨头的方式 从你的论文中挑出其他问题不让你通过 余亚欧的父母对这种毫无正规程序的毕业操作方式 丧失了与原芳继续谈话的信心 失望而去 明慧网呼吁 中国那些被中共谎言欺骗 而替迫害政策卖命的人们 立即停止作恶 为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 新唐人记者周平高炳寅报道